中國華大基因董事長汪劍 日前在鳳凰衛視訪談節目中確認 中國有60%的人在生命的最後28天 花掉了一輩子60%的積蓄用於醫療 這句話是正確的 當今中國社會 醫療、教育、住房 是壓在中國人身上的新三座大山 據中共統計局今年1月發布的數據 2018年全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為19,853元 其中醫療保健消費人均支出為1685元 較2017年增長16.1% 原中共衛生部官員陳炳忠表示 中國人之所以在生命的最後花掉大部分積蓄 原因在於過度醫療 我們這個人這一輩子的錢 最後28年都會消耗光的 有的人確實攤了一輩子的錢攤了不少 但是一進癌最優病房 一天的話消掉上萬甚至幾萬 最後那幾天半輩子的這個收入 繼續都消耗進去 陳炳忠指出 醫院追逐利益導致了過度醫療 浪費醫療資源 過度醫療以花費者多 我醫院的收入也就多 那麼我得的利益也就多 因此都存在一種追逐利益 這樣一個根本問題 今天是這個人花光了 而且這樣的話可能造成國家 很多的醫療費用 都是白白的設計的額制 不然的話就造成貧困的一個根本原因 這也是一個啊 山西某藥廠醫藥代表鄒先生表示 中國的醫療是雙軌制 級別不同 醫療報銷的程度也不一樣 領導幹部相當於免費醫療 到了最高級別 保障是百分之百 而且不計成本 但是有一部分抗療藥據說納入醫保之後 它消失了 就不賣了 可能轉到另一個需要去賣了 還是怎麼樣 反正是下入政策下入政策這樣 陳秉中表示 中國百姓醫療負擔重 原因在於政府對醫療的投入不足 鄒先生表示 中國醫療體制普遍存在 以藥養醫 收取回扣 過度醫療等問題 這也與政府投入不足有關 在中國 百姓對政府有納稅等很多義務 而政府對百姓沒有任何義務 由退友發文說 中共體制下把醫療養老教育當生意做 對內榨乾老百姓的血汗 對外打撒幣 鄒先生指出 中共所謂的醫療改革不是為了百姓好 本身是應該由國家來負擔起來的這個責任 都當作生意來做 這個國家的這個統治者 它是一個利益集團 它就想幫設法的把這個權力化成為貨幣 把利益最大化 專注體制嘛 那它就是把老百姓當作一個獲取利益的一個工具 鄒先生指出 中共所謂的醫療改革不是為了百姓好 而是緩解自己的危機 鄒先生表示 專制體制不改 任何醫療改革都沒有用 問題依然存在 還有真正的確是有所謂的 譬如台 醫療改革去的 方法 詐詐詐或許多意思 詞先進出 劉儀改革 像是為了協定的